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自以为翅膀硬了的医生 拒绝粉丝大神 准备一个人去刷材料 调炸天模式的试炼之地 爆的材料最多 那就是你了 搜索其他玩家的房间 不是一个人吗 为什么要搜索其他人的房间 因为医生没有羽毛了 开不了试炼之地 来了老爹 来了来了 第一个 Boss就是远古巨像 又是一个非常好对付的Boss Boss不能动 只要激活他 就能轻松获胜 要是火力不够呢 那就只能等死了 原来医生不是醉菜的那个 也抢不到哪里去 我这是背水一战 力竭而亡 抢词夺理 吊炸天的难度有点高 那就换普通模式的试炼之地 1234 四大高手 这一次 看医生一天翻盘 喵喵喵 怎么回事 开局就跑了两个 难道医生被认出来了 可能一眼看出 这个拿出使武器的刀是不靠谱 你给我闭嘴吧 医生不靠谱 那还有谁靠谱 还有你吗 金面猴王 看医生的马骨塞子 开跑 弗尔那的味道怎么样 然后医生就被包斯一脚踩死了 胜利的还是医生 俗话说 死了第一次 后面就会一直死 医生陷入死亡的循环中 按道理来说 只要医生小心翼 老板就别想击败医生 但是吧 医生自带了棒 根本躲不了 接下来就是医生的死亡和解决 遇到凡事不要慌 先把手指倒出来拍个朋友圈 耶 网络延迟怎么回事 一生动不了 等延迟回归正常后 就一次阵亡了 一生还是等大脑袋吧 自己太坦恨了